大新店有线电视与新店国小共同举办的小记者大世界夏令营 6号上午正式开课 第一天的课程除了教小朋友们认识何谓新闻 以及自证腔圆说新闻 另外呢也安排学员们实际体验当记者进行采访 丰富有趣的内容让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 由大新店有线电视与新店国小共同举办的小记者大世界夏令营 6号的上午正式开课 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王先生特意到场勉励小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在三天的课程当中 学会完整的新闻制作流程有丰富的收获 另外远在马祖进行参访行程的新店国小校长吴淑芳 也透过影片期许孩子们成为前途无限的小记者 恭喜你们愿意做这个明智的选择来参加小记者大世界的应对 那这个活动要特别谢谢我们大新店 特别是总经理今天特别来跟小朋友勉励 小记者协议由我们的大新店有线电视的资深记者 这边来教导我们小朋友 怎么从一则新闻的产生 如何来取材 如何来拍摄 如何上主播台 来把整个作品来呈现出来 那我希望在小朋友在这个暑假的 这个课程里面 能玩的快乐也学习到整个记者的一个作业 第一天的课程包括了无所不在的新闻 教导小朋友们新闻的定义价值 以及了解不同媒体的新闻呈现方式 让小朋友们对于新闻有了最基础的认识 因为我梦想是当小记者 然后希望来这里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今天的课程你最喜欢哪一堂 第一节 因为他有教我们 可以让你学到你未来可能会参加怎样的新闻 我想小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个记者的东西 都是很虚拟的 很模糊的 因为他只是在电视台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我想说除了 就是他有实际上去做可以一个体验之外 那我想小记者还培养的 可能他口头啊口条啊 这个部分啊 或者是写文章这部分 所以他这跟我们之前在推阅读的 其实是有连连的相关 而在自证腔圆收新闻这堂课当中 老师透过比较 让大家了解正确发音方式 更进一步借由绕口令 练习如何说话不打结 越教娱乐的方式 小朋友们学得格外起劲 因为老师教我们念绕口令的时候 很有趣 然后大家都念得不亦乐乎 当然要做个小记者 一定要了解如何做好新闻采访工作 因此在新闻哪里找与采访技巧这堂课程中 也让小朋友们亲自上场 体验如何掌握采访诀窍 请问你在这个营队中 你学到要怎么捕捉新闻的题材 可以从报纸或者是从杂志啊 网络电视 或者是从热心的民众帮助 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念错大家就会有点小 可是自己也会觉得很好笑 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体验当记者的感觉 有人很紧张 不知所措 又人架势十足 从容应对 相信一连串的课程 绝对是让小记者赢的学员收益良多 记者称平在门棋 新店财宝报道